十三號原師大戰 黃厚然在時局上判 逮中陳韻文內角變化球 轟出左外野方向的陽春全雷打 Lamigo桃園靠著這位花蓮在地阿密斯 延長賽開轟鎖定勝利 這同時是桃園隊史第一千發紅布拉 Lamigo也成為繼中信兄弟 異大犀牛和統一支隊以後 第四支打成隊史遷轟的球隊 值得一提的是 集出中職遷轟的打者 目前也在原隊 而且也是捕手出身 猜到是誰了嗎 答案是他們的總教練洪一中 在一九九三年效力兄弟向時 九月二十五號面對郡國雄 所集出的左外野洪布拉 當時聯盟為了紀念這支 意義非凡的全雷打 甚至還特別發行的 限量六千張的紀念球員卡呢 可見這特殊編號全雷打 有特別的紀念價值 而在黃浩然集出隊史遷轟以前 陳金鋒在五局上辦 這發隊史編號999的陽春全雷打 雖然不見得會被載入史冊 但卻也讓人心暖暖 原因是PTT棒球版 有位ID叫做Night Angle的鄉民 在賽前發了一篇祭品文 此戰豐哥只要開砲 就捐三萬給台東風災專戶 另外一支安打也捐三千 結果豐哥不但轟出陽春彈 還攪出了五支三謀打賞 該位鄉民也說話算話 當天晚上十點二十七分 立即轉賬三萬六千元新台幣 到台東社會救助專戶 該篇文章不但立即被推爆 還被其他鄉民稱讚 Night Angle是真男人 即將高掛球鞋的台灣巨炮 開砲還有熱心鄉民幫忙做公益 大概是豐哥本人始料未及 未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